接著我們還是要來示範UV貼圖 但是接下來我要貼的是一個娃娃 首先呢,我把這一個 這一個 立方體呢,我利用Modify 讓它變成一個 比較多面的 那我用 Modify裡面的 subdivision service 讓它變成多面 這樣子你會看到 當層次變成1的時候 還不太夠,層次變成2的時候 已經差不多了 那我把它設一下平滑 OK,層次變成2的時候 好像還可以 好 那就按確定 把它Apply上去 那這時候呢,我們得到了一個 一個球 那這個球呢,它的面數不算太多 好,接下來我切到正式角 好,我按Tab鍵 那為了要做 娃娃的臉 所以我們把球的其中一部分切掉 因為我希望臉是對稱的,我們希望用近色 好,那我把這個選的時候呢 這個前後 就會通透 通透的時候我會選前後才會 兜兜,通通都被選到 還有一塊沒選到 所以我還是 再過來一點 OK,這樣看起來就選到了 好,我按S去取消所有的面 好,好像還有兩塊沒選到 我再按B,狂選 好,一樣取消所有的面 好,這時候呢 我們的球只剩一半 那我就可以用 用近色的方式Mirror 把它呢,對稱不回來 這樣子我任何在這邊的修改 比如說,這樣擠出 OK,它就會兩邊對稱 那但是在目前維持 我們只要一個圓形的球就好了 好,那這個呢 接下來我們就要開始做UV了 那做UV的部分 首先呢 我們要先切到UV Editing的畫面 然後呢 我們在這裡 先選到正視角 好,然後呢 我先把通透的模式關掉 因為我只想編正面 我目前還不想編側面 好,那這時候呢 我在這邊選回來 這邊Mesh 這裡有一個叫UV Unwrap 我就把它Unwrap Unwrap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說 OK,這裡出來一個 就是我們剛剛選到的這個面 我們希望用它來當一個臉 好,接下來呢 我們在這裡 要先建立一個現任影像 這樣才可以塗色 好,這邊呢 就叫做UV Face 臉 那我們解析度 還是設低一點就好 好,這時候你會看到 狀況變成這個樣子 那這裡 我們只要把它選Paint 就可以開始畫了 那我想要畫的是一個點 所以呢,我先在這裡 把筆色細一點 然後 第一件事情 是我應該先把臉塗成肉色的 所以我應該把筆色粗一點才對 筆色粗一點 然後選擇肉色 OK,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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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塗成肉色的 整塊塗也沒關係 但是實際上它的作用只會在 只會在這一塊 我們的 有UV的這個方格裡面而已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就把這個半徑呢 設小一點 然後我選擇成黑色的 好 那我希望做個眉毛 好 這是我的眉毛 好 好 這是我的眉毛 那這時候呢 我們就得看看說 OK UV貼圖到底有沒有貼上去 現在顯然還沒貼上去 沒貼上去的原因是 因為我們還沒有設 UV貼圖的貼圖 是需要設的 好 所以我們回到原本的模式 然後呢 在這裡 我們去選擇 這個是我們原本的物件 這是它的材質 在材質上面呢 我們要去選擇 image or movie 那image or movie 這裡面 我們就可以選擇它的 image 我們就要選剛剛的 UV face 你可以看到我們剛剛畫的眉毛有進來 好 那在這裡下面呢 還要再選一下 選mapping對應的地方 要選擇UV映色方式 然後選擇我們剛剛的UV map 這樣它才會以剛剛的貼圖對應方式來貼 好 那接下來呢 F12 就可以看到 OK 好像 好像有進來 但是又不是很清楚 因為光線沒打好 我們把 選擇環境 word 然後選擇光 好 那環境光射好了之後 OK 就變這樣子 好 那 還記得嗎 因為我們其實只做了前面的貼圖 後面沒做 所以後面呢 還是原本的底色 那前面才是我們真正UV貼圖的部分 好 那我們再回到剛剛的UV編輯模式 好 這裡 我們可以稍微按一下F12 這是我們剛剛看到的情況 好 那為了要看得更清楚呢 我先選1 1 然後呢 這是正視角 然後接下來我按CtrlLT 讓我們的相機剛好照到這一個 這一個臉 然後按F12 那你就可以看到我們下一臉的狀況 OK 好 那 接下來呢 我們就稍微 修改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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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假如 我覺得這個 眉毛 有了之後 我們應該還有眼睛 那所以呢 我先把這個拉回來 那眼睛的部分呢 希望說 用一點淺藍色 好 在這上面呢 稍微畫一畫 好 完全只是淺藍色也會很怪 那 我希望再有點白色 用白色再畫一畫 再加個眼珠 除黑色 再黑色畫一畫 好 那 加一個 給他一個鼻子 好 一隻 好 再一個嘴巴 嘴巴 好 那這邊呢 稍微給他一點點的 眼帶 好 眼帶 好 OK 那這樣子我們再看一下 按F12 好 那你就會看到 我們的 新的人頭長這個樣子 如果你覺得不太滿意 比如說 這個嘴巴 好像太下面了一點 OK 那我們可以 塗掉 再來一次 把眼帶 這個 統統都拿掉 好 好 然後呢 我們再 角度射回來 好 然後呢 用黑色 去塗一下 這個鼻子太低了 所以我們高一點 好 嘴巴太低了 所以高一點 好 那眼帶呢 不一定要有 好 OK 再按一次F12 好 這就變成我們的人頭 好像比剛剛鼻子和嘴巴都高了一點 好 那這就是我們的 在Blender裡面 可以用來畫 UV貼圖的方式 好 那我們今天的講解就到這邊 再見 再見 再呢 再見